全油管最快新闻,财联社7月29日报道,根据WIN数据显示,北向资金在上周持续大幅净买入164.03亿元,伪计净买入达到345亿元,创下自1月下旬以来的新高。 市场分析认为,政策预期和经济复苏预期的提升推动了投资者信心和风险偏好,带动了北向资金的流入。 值得注意的是,贵州茅台和宁德时代成为北向资金加仓最多的股票,而海天卫业,中继续创等个股卖压较大。 对于未来,分析机构认为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或将继续改革,券商板块的展业环境将持续优化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